在吃鸡游戏中经常能看到这款M16突击步枪,有玩家吐槽它不好用,那时你对它还不够了解,它可是一款能三连发的半自动步枪,通过这个3D视频,让你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。 首先你要按下这个弹匣机关,才能取出弹匣,这款口径5.56毫米的突击步枪,弹匣容量大概是在20-30发,装满后把它推入弹匣孔,这个弹匣锁扣会自动将其锁上,告诉你现实中的M16,第一次装完弹匣后,还是需要经过拉枪栓来给它出使动力的,之后再换弹匣要不要拉枪栓取决于枪塘内还有没有子弹? 如果有子弹就不需要再拉枪栓,装上弹匣就可以继续射击,如果枪塘内没有子弹,那都需要拉一次枪栓给它出使动力,枪支有了出使动力之后就可扣动扳机,但在这之前需要打开保险锁,当扣动扳机时,看这个位置卡扣脱离释放机锤,弹簧驱动机锤向前击打撞针,撞针向前移动撞击到子弹,子弹底部有点火化合物,受到撞击会产生火火, 引爆火要爆炸瞬间产生高压气体,膨胀的气体将子弹推出枪管完成发射 有部分膨胀气体会通过枪管上面这条导气管,来到后面的枪栓室,气体压力会推动枪栓往后移动,枪栓后退中会带出弹壳,同时枪栓这凹槽部位会把机锤往下压使它恢复到未发射前的状态 枪栓后退会压缩到尾部这根弹簧,然后弹簧反弹力会把枪栓又往前推,当它往前移动时,这个叫螺栓的部位会把子弹从弹匣剥离出来,并将其推入弹簧 这就是N16步枪单发模式发射的一个循环过程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,它的三连发也称为半自动模式,又是如何工作的 拔动开关切换到三连发模式,在连发卡轮与离合弹簧配合下,就能连续发射三颗子弹 只有当机锤反向移动时,离合弹簧才会旋转卡轮,当扣下扳机,机锤撞机撞针 子弹发射后当机锤被枪栓带回时,这个卡轮会旋转,它上面的第一个小凹槽会顶起这个挂钩,不让中间这个部位勾住机锤 这时的机锤只能靠后面这个小装置勾住,当枪栓移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,又会释放这个小装置 机锤再次被弹簧驱动击打撞针,第二颗子弹发射后,这个卡轮会旋转,由第二个小凹槽顶住卡扣,后面的这个小装置重复刚才的动作 当第三颗子弹发射后,这个卡轮就转动到大凹槽这里了,这时的扳机卡扣就能勾住机锤了 这时你再次发射子弹必须重新扣动一次扳机,之后会再次重复上面的三连射动作 直到发射完最后一颗子弹,弹侠会自动推动这个卡扣向上阻止这个枪栓往前移动 直到你更换新的弹夹之后,插入之后才会消除这种状态,这时的枪栓又能向前移动,并剥离子弹将其推入枪膛 好了小伙伴们你们都看懂了吗?